他們錄到挺紅玉燈的時候 手就往後伸 當他女友佛佛 喜歡上老師等級 差點發想 我覺得想小孩找到那方面都有問題耶 愛媚的人受盡委屈 俗途都離身的地 歡迎收看《波波接地去》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網友們有什麼 感動人心的曖昧運搶故事 走吧! 我年齡是23歲 現在在清大念做什麼樣子 但我準備了一個很荒謬的那個運搶故事 前年冬天吧 不然很寂寞 他就改了一個交易軟件 把某一個女生就跟他順次聊得起來 換人之後就 低通視訊 就是入差7.5 這樣 這還蠻暈的耶 我應該算已經成功率大概七八十 然後那幾天剛好連假了 然後我就南下台東去訪問 在面對面的感覺 過程中我覺得有點怪怪耶 但是我沒有辦法吃 那時候 哪裡有點習慣 就很像我在 訪問他的感覺就跟你們現在訪問 他好像也對我沒什麼好奇 不一樣我們對你很好奇 我大概猜到結局了 接下來兩個人公開之後 晚上我就用一種半開玩笑的方式說 你覺得今日偉男友一日有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還好耶 沒什麼感覺 他就突然跟我說 我要去洗澡了 我們之後 然後那個洗澡嗎 從此就沒有跳了 默默無聞 其實你看起來不像是人家冰眼中 那時候會打 還自帶背景 還自帶背景耶 他有給暈藥耶 醒來 你這個白 接著請清大碩士分享寫過的告白信 在某天晚上裡 小天也似乎在天上 帶著微笑 緩緩地將我們兩人的手 扣上了頭線 你在談吐之間 你的可愛逗趣挑起了我的心中 你的軟心成熟吸引了我的目光 你十九年的心房 漸漸地被我的真心靜潤地撤去 可以了沒 可以了吧 等一等 不可以 這個這個要講 有一個網友 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那個氣氛總共都在暈都在飄人 那種 因為覺得很不真實 我去一個百貨公司扭 然後我一直扭不到柴權 然後結果你知道他大老遠的去 我做的那一間百貨公司 然後他就花很多錢 就是去扭到我想要的那個柴權 他就把他所有扭到其他奇奇怪的動物 也一起給你 你會覺得他好像 他真的很多錢 他還不是去買一整組的 他是花時間跟花力氣 他給我那些扭蛋的時候 然後我在看 然後他就說 你指甲顏色好漂亮 就你知道他 他也覺得你的品味很不錯的意思 他並不是穿在你一個很 鋪淺的外表 然後我心裡就 你知道我們在曖昧的時候 他有一個行為也是 他有一個行為也是 他每天晚上會傳一首歌給我 他告訴你他的心情 你怎麼知道 記得你的需求是我們的榮幸 喜歡上老師的肢體 一個是家腳 一個是老師 然後都是運船 跟失敗 教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點肢體接觸 他會從你後面 就是他會離你很近 然後手可能就是會 放在你的大腿上 那種 啊 啊 啊 就是靠很近 可是撐在你的腿上 啊 這個我真的 這個 可是好像又沒有很明確說 有造成性騷擾那種感覺 那你應該很想被騷擾 對啊 跟後來就不聊聊 記者聽聽另一位老師的故事 我覺得他是比較慘痛的經驗 因為通常學生追蹤老師都很正常 他主動回追我 可是我們也沒有什麼交集 後來他就會開始回我陷動 就說要約你出來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就運船了 我是見面才運船 我跟你講這時間超短的 每次見面了一個禮拜 好像四次吧 嗯 然後他就消失了 見面這四次他有做任何事情 對啊發生什麼事 差點 發生 我忘了講到什麼 然後呢 就說那不然去彈架休息 我們 最後就喊停 就沒了 因為他沒有反應 沒有生理反應 就是我覺得可能是 嚴重太多 我遇到很多都會沒反應耶 我覺得像小孩找到那方面 都有問題耶 小孩子 念抽太多有害身體健康 不給他一首歌 這樣子 我答應他 但是我就一直沒有哭 然後他可能就會覺得 欸很期待啊 可能很好聽啊 什麼的 見面的時候 就指出殺手劍 一定要讓他暈倒這樣 哈哈哈哈 直接 就直接開始在他耳邊唱 這樣撐著然後就 你就是自閉 你也是喜歡音樂的 如果有男生對你這樣子 你會不會 他在唱的時候 我會有點尷尬 因為 我跟他唱生日快樂歌 是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 我要幹嘛 我現在要幹嘛 我要看著你嗎 還是 憲哥是 親親也在耳邊唱 Oh shit 那還蠻酥嘛 李莫又不是尷尬的微笑 我說哪一些是地雷曖昧行為 可能前期是見面還在哀命 他就直接把我 攔過去 或搭著我肩 摸我腰 他開車 然後直接就是要 放在我腿上 這不行啦 這是破爛 他就假裝沒找到那個 排打王 但是我 就是我 排打王 那是你啊 排打是這輛我的嗎 比摩托車也壞啊 停紅燈的時候 然後手都 往後放啊 放在你腿上 放哪裡 不會好不好 不會做報酬 會有男生這樣 會有男生這樣 手會上次跟我分享說 他開車都是就是 緊急煞車 然後手直接往旁邊這樣 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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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腦都是安全 根本沒有在管你 什麼胸部胸部 這是色男 就是那個人約你出去啊 我就說我心裡不舒服 然後就說要彈琴 然後 他就帶我去公園 然後就聊著聊著 然後他就會手來腳來 就動手動腳啊 然後就不小心 就要去了別的地方 好嗎 去哪裡 去哪裡 聰明的就懂 他就牽著手 然後帶我回肩膳 然後他就說 你讓他好幾次 我好可怕 你為什麼好可怕 長腿數數間圓板 會讓你暈船的表現 至少要長得高高的 然後170以上 然後瘦瘦的 然後有身材 然後要戴眼鏡 他喜歡 有近視 閃光 加上掌位眼 掌位眼 那這個後續怎麼樣 蛤 這個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我們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我們都有男女朋友 我教我軟體的前提 我都跟人家說 我有男朋友 我只想要認識人 我們缺女友的話 我在看我男朋友單身 可是他說話 是他嫌我他單身 我查到他有女朋友 我見到女友以後 我就是開始把話講清楚 我就說 你是不是有事情騙我 你幹嘛要騙我 他就說 因為就是他很有 就是你知道 哎呀 屁腿都現在醒了之後 就知道屁腿都是那一套 我最近跟他有點問題 然後有時候很亂 然後就想找人聊天 那剛好認識了你 就覺得怎樣媽的 我那時候心裡是暗純的 真的覺得他是我的名單 這個關係 其實大概維持四個月之後 我已經有點害到受不了 我已經習慣他每天都在了 後來就搞得有點亂七八糟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快13年 我本來覺得很對不起我前男友 他真亂 他超亂 他以為泡什麼的 我都不知道 你們好會玩 一山還有一山高 網友跟我分享 我就情侶 他說女生穿那種很短的短褲 該B都會露出來 這樣 他們都在挺紅綠燈的時候 他手就會往後伸啊 幫他女友摳摳啊 屁啊不可以 真的 然後坐車比較少 我在晚上出去的時候 他們這邊行車就會 一直走著往後 先請說的都是真的 歡迎有逆探洞穴經驗者 留言分享